他是什么呢 这个说不后悔私奔 但是后悔微博上私奔 就是说他是不是也有点光美美 也当然不是一回事 但是就是他没想到 你明白吗 很多人以为是在炒作 微博上的人在炒作 可是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必须提出另一种可能 很多人是从来没意识到自己发个微博 会引来世界性的反应 他没想到 你知道吗 那么他后来你知道 这个男人一种很奇怪的心理 就是选择是很痛苦的 选择很折磨人 你知道吗 好 那么一旦发现被发现了 他为什么要在微博上说这个私奔呢 他自己就讲啊 就赶快做件事 让他成为既成事实 人至少就不再 微博发一下就是宣布嘛 其实就是宣布 也给自己弄了个 我没退路了 我没有退路 我这事情已经公开了 那就没退路了 就也不用为这事 而且他其实这个选择 我觉得是还蛮有逻辑的 就像你说 他回去不了面对老婆 所以我显然现在比较偏向 是我得面对我的 就跟我的小三在一起 然后呢 我又为什么要选择微博公开 是因为他可以 怎么讲 可以定心以后呢 我还可以往好人的方向走去 因为我不爱江山 我爱美人 我这个名声还可以 看样子 我赌这一把 我有机会把我的名声保留下来 如果我今天只是宣布说 我又要我的房地产公司 我还要跟我的小三在一起 我就变抛弃气质的负心汉 这个我 我不要 这个男人 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声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 我还可以保留我的好名声 他赌这一把 但没有想到 在微博上赌这一把的结果 并没有赌赢 直到之后 大家还是觉得 你抛弃气质 还是认为 幼婷眼里 男人都是招 你知道吗 幼婷这小女子 怎么对男人了解 这么深 我我跟你说 凤凰是 你别常没看出来啊 这我不是 我发现的 咱们的这个 这个 绝杀 绝杀 幼婷已经算论的 但凤凰的美女 一个个都是高招厉害的 那是 而且她是藏得最深的 表面上她是个娃娃脸 你知道吗 实际上 简直是 情色学大点 这男人还怎么活呀 完全透明了 你们 所以我就想起 退到背后 没办法 我就想起 以前有个三人行 你记得吧 黄詹 倪筐 跟 深夜不设 半夜不设房 什么的 里边呢 很早以前 多年前了 倪筐讲过一句话 说男人对女人啊 怎么讲 怎么说 你别不好意思 你自己说不口的话吧 尽管说下去 一定有用 我是觉得这个男人和女人哈 你比如说呃 女人 你看张爱玲说女人都是同行吧 嗯 其实女人面对男人呢 这是她的专业 你知道吗 她没什么紧张的 对吗 她没什么紧张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男人啊 她可以在重庆谈判当中 好家伙表现出智慧 庄严 这个就有决定的这一面啊 但是你知道 在女人面前 我就发现呢 孤君作战 不是就是就是这种啊 你就根本没法面对的情况是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啊 我觉得有时候我就很难跟一个人分手 就分不了手的 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啊 我想好了分手吧 但是我受不了那那一幕 对 太多男生跟我讲 你这就说 甚至于说不出来 你这有一个男的作家 都说他自己写的 这就是你说回家跟老婆怎么说 就是说 我我要跟你分手 我这说不出来呀 站在那 站在那说不出来 熬了一个月 每次次站在老婆面前 那就亡故所言而言他 最后终于说出来了 那是哆嗦的说出来的 我再跟你说 就好比说这男人不想结婚 我有一次 但我年轻的时候了 二十多岁的时候 有一次跟这个女 给这个女的逼婚 逼的呀 儿家伙逼的 你也曾经有这样 那当然了 这都是逼婚王 你知道吗 逼的实在不行的时候 不得不说了的时候 我会发现 你得谅解我 生理性的恐惧 就我说 接着这个牙呀 打打打打打打打 我就说 我就咱咱咱不结婚吧 你 又挺会 这个牙 或又挺会把它解释成 为爱情而激动 没有没有 听不懂你在手上画过 又挺也也跟我 我我我大曝光 又挺也给我提出这种问题 说为什么你们这男的 好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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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提结婚 马上就不见 你不见了呢 对啊 有没有这问题呢 而且最多我们就想说 你如果不要结婚 那又干嘛开始呢 你要什么 要中间那个曾经拥有 不要天长地久 那你就不用那么爱嘛 那就 那你就 笃定的一开始就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要结婚 那大家游戏规则讲好 你想 我们就大家 两年 大家三年就是陪伴 如果没有 我们就别开始 哪有说开始到一半 然后就开始就有这种 紧张啊 然后逃避啊 然后 你认为这个行片的性质吗 行片呢 就诈骗 会事先没说好啊 事先诈骗 哈哈哈哈 超好 去宝购球了 好直乐 也行 广告之后见 招商银行 2011年世界大运会 唯一指定银行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徐老师 你看你在一个这个美满婚姻的牢笼里也很多年了 对吧 而且呢 你又是一个研究文学的 其实心里是很浪漫的 徐老师 你听到私奔这个词的时候 你有什么时候会 他们有人说老房子着火没法救啊 就是尤其是你这个年龄 我那个你 我女儿啊 前不久去参加他表姐的一个婚礼在美国 那个婚礼办的很大 嗯 美国我觉得他这个物质跟精神啊 结合的挺好的 结婚就像你说的 是女的成功 所以呢 费用都是女家出的 哦 一个婚礼啊 十来万美金啊 等于几十万 租一个森林啊 前前后后的仪式啊 不仅是吃一顿了 那有婚纱啊 拍照啊 跳舞啊 几百人来 男的 女的的 所有的同学 女的是哈佛的 这个business school的 嗯 男的是Stanford学电脑的 对对对 男的是犹太人 女的是中国人 我说你们这世界上的智慧都被你们集合了 我看了他们整套的全部的照片 我一路看一路在想 将来我也认识那个那个犹太那个boy 我在想 他将来真是就像你们刚才讲 没法面对 经过这么多一道道的程序啊 就就像一件工艺品啊 水啊 水银啊 钢啊 铁啊 什么一道一道 出来了以后 将来万一有什么问题 拿这一叠照片重新回顾一下 什么话都哆嗦了 所以所以我觉得女的现代女性 这这是非常又是先进文明 又是钱 又是什么 组成最后这么大的一个形式 就是使得你将来不能后悔 哎 对啊 就是这就是将来不能 哎哎 徐老师第一次让我明白了 为什么他们要搞那个wedding 对 而且美国呢 她是女家出的 中国问题是这套wedding 还要男的出 我觉得男的更应该要男 冤出生了 对 我应该要男生出 因为你这样痛一次 你就想想 你再去找下个女生 你得再痛第二次 哎 哎 第一次 他们美国就说是这样的 第二次结婚啊 仪式不会这么大的 就会缩小 第三次第四次 你再这么大 没人来的 哎 他们会第一次会办的比较大 希望就这lifetime了 就这样的 我觉得他这个精神跟物质 结合的比较合理 你觉得怎么样 对 你咱就说这个公权先生 他最后要不说他这个 你所谓的这个三二的 深明大义 也不是深深明大义 就说你先回家 这情况不能再这样下去 你先回家 回家 你搞得定 咱们还在一起 你搞不定呢 就算了 但是呢 王公权说 也是男人的一个架不住 你发现没有 他说他知道他不能回家 我就说男人没法面对 他知道他不能回家 因为他现在就回去了 他说一回去 回去的时候也没打算说要跟老婆一起过 但是他心里知道 他架不住 他一进家门 看见老婆和孩子 崩溃了 早知这天何必当初呢 哎 早知这天 你看你兜兜转转 私奔了一趟 你还是奔回家了 那何必 为什么在做事之前 不三思以下呢 还有一件事 你们那边说啊 原配多可恶啊 就是婚礼办那么大花 你那么多钱 离婚我还要分他钱 但你看 他原配接受他了耶 他老婆 你跟全世界讲说 我要私奔为了一个小三 你现在回来 我老婆还要接纳你 不管因为小孩 不管因为任何原因 但是他原谅你耶 一个女生的勇气 在这里 哎呦 哎呦 要不要结婚 没没说没说没说 我们也希望这种原配 对 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会增加好几倍啊 没错 他们已经想好就算